在节目开始前 请到我们的Coffee 加入我们的会员 我们的事工需要你的帮忙 加入会员之后 就可以到我们会员专属的群組里面 现在就是我们建立社群的时候 现在就是我们必须找到 可以彼此信任的人的时候 现在就是找到 共同价值观的人跟家庭的时候 里面只有支持AI News的人 也就是说 他们全部都是支持我们价值观的盟友 不管你在乎的是家庭教育 后院农夫 还是你只想要在你的社区里面 找到可以信任的人 在混乱的时代里面 增加你跟你家庭的生存几率 都请你加入 好的 现在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节目 现在网路建立出来的社会 有各式各样很糟糕的讯息 但是同时有非常多很好的讯息 好讯息就是会让你思考的讯息 我们可以只坐在马桶上面 只是无聊的看一个影片 突然出现出来了一个资讯 改变了你的人生价值观 我们上一辈的人 基本上就只有政府的教育 他们被教育成服从领袖 完成革命 不要有自己的想法 政府好 国家好 党好 不管你是从中国大陆 还是台湾 还是在美国的 其实都一样 不要问 只要服从在上掌权的 有必要的时候 你必须要出来做牺牲 是为了你的国家 其实说真的 只是为了这些 在上掌权的 他们的政权而已 他们不在乎你的生命 我们很多的人 是被洗脑成 为了党而奋斗的 但是有一些影片 是会让你开始思考的 我的党真的有在代表 我的价值观吗 在美国最近有一个影片爆红了 是来自搞笑艺人 Dave Smith 他在上面提到 文化战争的由来 他在上面有他自己的论述 还有他自己的思想 我们来看一下 这位在美国爆红的影片上面 在说什么 有这些Nexus charts 你能处理到文化 在 major publications 我不是说 妈妈妈的媒体 媒体 我说的《New York Times》 《The Washington Post》 《The Big Dogs》 你去看 几个多次的文化 《RACISM》 是提到 在2012年 它变成了 Yup 《Social Justice》 变成了 《Transgenderism》 变成了 《White Privilege》 变成了 这被制作了 在美国人 为什么我们在这些 这些谈谈谈的 人们不是在这些谈谈谈的 人们不是在 tri护执行吗 一天 我们要在那些谈谈谈 我们要去 你比人们 对这些费 他们在这些效果 在地区 在这些 35 学生里 只是在大幅 反共互争当调不是 There's more popular either 50 b带 耶克 forever дол继续有nh炎 刚才误过 you what they like you fighting about issues like abortion 那 I'm not saying abortion is in a very important issue but that asking about that issue doesn't scare anyone at the federal reserve 那绝大多数这个样子的逻辑会被大家忽略 因为听起来好像是一个阴谋论 特别是他把这件事情的年份讲得这么清楚 但是这位Day Smith说的东西好像是非常有根据的 2012年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年 那一年我决定回台湾 在台湾生活四年之后我决定回美国 当我回到美国之后 我真的是可以感觉到整个文化的不同 我的同学朋友社会议题都不一样了 而且当我2016年回到美国的时候 台湾也马上有了非常大的改变 什么同婚那些东西都开始 就是性贩滥女权堕胎各式各样 原本属于很私密的话题 私密的议题私人的羞羞脸的议题 全部都转到了台面上 变成大家开始公开讨论这个东西 我们可以说2012年是一个西方世界的转类点 一个正常思维的世界 突然变成一个神经病治国的世界 2012之后突然整个世界都变了 人们的衣食住行 娱乐 教育 原本是充满着个人责任 守法 美德 道德 全部都被同婚 变性人 堕胎 自由 民主 多元 包容 me too的东西取代 有趣的是 这些数据 还有取代的过程 是全部都有被记录下来的 2012年真的就是一个转类点 Dave Smith在说的这个数据 来自于Lexie Nexie 这个图表是说 从2012年开始 新闻报道突然开始大量的报道 系统式的种族歧视 从1980年一直到现在 我们可以看到 好像新闻媒体要刻意的促成种族冲突一样 这张图在讲的就是 在美国这个新闻对于白种优势 white privilege 的文章 也是从2012年开始大幅的暴涨 那这个图是关于多元以及包容的 这个新闻媒体报道 突然也是一样 在2012年突然的爆表 突然变成主流的话题 这个则是新闻报道包含 无意识的偏见 突然从2012年开始 我们的新闻媒体 好像就完全被左派的思想霸占了一样 中文的媒体也是一样的 以前我小时候有听那个早上八点 听那个什么AM1300 中讯跟高宁的那个什么今日话题 觉得他们两个好有智慧 好像懂很多的样子 之后回来听 或者是我现在听 你就会发现 这些人怎么好像要跟常识唱反调 变得好像就 这个就是代表自由 这个就是代表民主 美国就是应该要这个样子 所有道德观都应该要被抹去 这都是宗教的这个后果的电台节目 我妈还是继续听他们就是急速左转 2012年之前 同性恋变性人 这些东西都只是朋友 私底下在那边哈拉打屁的时候会说的 突然就玩笑话 Hey that's gay man What are you a girl 就是这个样子的东西而已 2012年之后 全部都变成主流媒体在封面讨论的话题 Dave Smith在这边说的就是 不可能我们的文化会在一瞬间全部改变 这些并不是一个正常的文化演化模式 文化的改变是徐序渐进的 我之前是服装设计师 如果说有读过服装史的话 你就会发现流行服装 不是一个evolution 是一个进化 而不是一个revolution 不是一个革命 不太可能一下从很保守的高领毛衣 突然变成比基尼大街跑 的这个时装革命 这连我们常说就是时装革命的 Dior New Look 其实只是服装上面的线条柔化而改变而已 而在文化当中有这个样子革命性的改变的时候 通常都是有计划的 通常都是强制的 例如说政府改朝换代 原本每个男的都输包包头 然后突然皇帝改了 OK 变成另外一个明朝变清朝了 突然变成留头不留发 留发不留头 全部变成半月替 绑个辫子 都一定是一个政府强制植入的革命后果 就跟LGBTQ这些人口大幅的 这几年大幅的增长也是一样 突然在Gen Z的族群里面 突然有这样子的暴涨 现在有统计报告显示出来 有差不多20%的Gen Z的人 出来说自己是LGBTQ的族群 从60年代的1%到2% 到70年代的5% 这个数字一直维持到90年代的后期 一直以来都是5% 一直到我们这一代 OK 就是我们千禧年这一代的人 一直都是维持这个样子的比例的 这些是正常的 的确就是会增加一点 当有的时候会增加 有的时候会减少 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一个比例变化 当我们的社会不歧视同性恋 当我们不在种族歧视 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多元 接纳的社会风气之后 会有人出柜 会有人认为说不需要再害怕了 所以这些数字变多是正常的 但是突然过了几十年 到了我们的下一代的时候 Gen Z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文化上面的转变 这样子的风气 已经变成不是不用害怕了 反而变成的是不用羞耻了 性这个东西 不管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 都是羞耻的 但是现在变成你必须要赞叹 你必须要赞美 而且你必须要服从 而且一定要公开 不然就是在压迫别人的东西 不只是这样 我们媒体诉说的方式 也变成从爱就是爱 爱没有原因 爱没有理由 突然变成了开始对正常的人的辱骂 对于原本的价值观的抹黑 对于宗教信仰的贬低 烂性烂交 贬低白人 打压基督徒 变成了自由民主进步的象征 这个时候就会有很多人说 这都是中共的阴谋 压重的阴谋 这个是苏联冷战的时候的一个阴谋论 是一个共产主义文化侵蚀 著名的前KGB的这个成员 Yuri Besnevov 说出了苏联冷战时的计划 Demoralization Theory 丧失 丧志理论 让我们来看一下 他是怎么说的 Ideological subversion is the slow process which we call either ideological subversion or active measures активные мероприятия in the language of the KGB or psychological warfare what it basically means is to change the perception of reality of every American to such an extent that despite of the abundance of information no one is able to come to sensible conclusions in the interests of defending themselves, their families their community and their country it's a great brainwashing process which goes very slow and it's divided in four basic stages the first one being demoralization it takes from 15 to 20 years to demoralize a nation why that many years? because this is the minimum number of years which requires to educate one generation of students in the country of your enemy exposed to the ideology of the enemy the next stage is destabilization this time subverter does not care about your ideas and the patterns of your consumption whether you eat junk food and get fat and flabby it doesn't matter anymore this time and it takes only from 2 to 5 years to destabilize a nation what matters is essentials economy foreign relations defense systems the next stage of course is crisis it may take only up to 6 weeks to bring a country to the verge of crisis you can see it in Central America now and after crisis with a violent change of power structure and economy you have so called the period of normalization it may last indefinitely normalization is a cynical expression borrowed from Soviet propaganda when the Soviet tanks moved into Czechoslovakia in 68 comrade Brezhnev said now the situation in brotherly Czechoslovakia is normalized this is what will happen in the United States if you allow all the schmucks to bring the country to crisis to promise people all kind of goodies and the paradise on earth to destabilize your economy to eliminate the principle of free market competition and to put a big brother government in Washington DC with the benevolent dictators like Walter Mondale who will promise lots of things never mind whether the promises are fulfilled or not he said this situation we are now just looking at what happened and using this way to get the power of the power of the world is not蘇聯's KGB but it's our own government and our own government and our own government and now happening these things it's not the first time to make the country it's the first time to use this kind of tool you can go to look at Operation Mockingbird in the Chinese called the 根枝鸟行動 就是CIA做出來 針對洗腦美國公民的計劃 或者是2012年的這個 Smith Malt Act 就是允許聯邦政府 開始對美國公民使用政治文宣 為的就是要讓美國人 必須接受政府的訊息 不管是在國外還是在國內 從公立學校到私立大學 到私人企業 全部都要全面洗腦美國人 從冷戰時期開始 聯邦政府奪取了大量的權力 以打敗共產主義為理由 再以全球反恐的作為藉口 創造出各式各樣 侵蝕美國人生活的方式 還有奪取美國的納稅人的 稅金的模式 告訴美國人說 我們要相信政府 我們要同心合力 我們不要過問在上掌權者的人 這些人在幹嘛 我們要相信 全面的相信我們的國家 才可以擊退這個世界上面的邪惡力量 我們我們的政府是正義的一方 在2012年的時候 我們發現了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並沒有在打冷戰了 我們已經擊殺了賓拉登 之後過了不久打贏ISIS 也是必然的 但是我們的政府 已經習慣了有這麼多的權力 已經習慣了有這麼多 可以獨來獨往 不需要跟人民報備 不需要負任何的責任 所以他們開始把這些東西 運用在美國人的身上 使用種族仇恨 可以什麼George Floyd Jacob Blake 和Donte Wright 同一年 2020年 好像白人的警察 每天都沒事做 就是拿著槍 到處在看到黑人就打 創造出來了一個奪取執法人員的權利 讓整個社會動盪 而唯一能解決這一切的方式 就是每一個人 每一個美國人 把自己的天賦人權送給民主黨 促成一個民主黨掌控的大政府 才可以解決的假象 而且他們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美國的憲法 是保護人權的 人的人權 所以他們可以不攻擊人民的權利 但是公司不是人 機構不是人 私人企業不是人 這些是人造出來的東西 所以自然就沒有天賦人權 所以政府只要創造一堆政府的機關 例如CDC NIH CIA FBI BLM 這些機構可以來控制公司 控制機構 壓迫機構 讓機構公司被罰錢 讓機構的老闆主動的幫助政府 來打壓自己的員工 用這些多元 民主 自由的民意 把這些東西強制的放在每一個人的生活當中 各位可以想想看 為什麼這麼多的機構會幫著政府強制疫苗 有這麼多的公司逼著員工 一定要接受 DEI 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的這些議程 為什麼這麼多公司的老闆願意幫著政府打壓保守派 不管是大公司還是小公司 甚至有教會強迫自己的會友要打疫苗 不然就不能來教會 電視公司 電影公司 整個好萊塢 整個娛樂產業 全部都同心協力的在幫助政府創造出一個共產主義的烏托邦 所有的大公司 美國會比1960年的美國更不包容同性戀嗎 如果以上都不是真的的話 那麼為什麼2024年的美國會突然有這麼多的種族衝突 在性別上面 宗教上面 各式各樣的衝突 原因就是跟一開始那個搞笑藝人Dave Smith說的一樣 他們要我們彼此攻擊 政府想要把我們教育成長不大的巨嬰 讓我們變成沒有政府就活不下來 讓我們沒有能力自己跟其他的人彼此溝通 我們變成要依賴政府 希望政府幫我們做主 幫我們做決定 我們的政府要我們放棄自由去敬拜神的權利 回到埃及一起去當法老的奴隸 一切都是從2012年開始的 就是歐巴馬政府的第二任 當他的政策完全失敗了 當他的計劃沒有效果的時候 當他在競選的時候呐喊的 Change! Yes, we can! 反而讓整個國家衰退 變得沒有自信 連他的基本盤都跑到街上 在華爾街那邊大喊就說 We are the 99% 開始仇富的時候 他的策略就是站在台上 跟所有的人說 這一切都是別人的錯 都是白人的錯 都是異性戀的錯 都是老闆的錯 都是基督徒的錯 你們是受害者 投給我 因為我是黑人 如果你們不投給我的話 你就是種族歧視 而你們要幫助我 幫助政府 打擊我的政敵 聖經上面說 王會奪取我們的牛羊 奪取我們的馬匹 讓我們的兒子 拉著他的這個王的戰車 在前面走 把我們的兒女奪取 當他的妻妾 在這之前 他們要奪取的 就是我們的思想 讓我們可以無條件順服 無條件的服從 認為說 爹親娘親都沒有左派 都沒有民主黨親 這一切都是從2012開始 美國人開始彼此攻擊 摧毀自己的文化 抹黑自己的歷史 破壞自己的價值觀 貶低自己的父母 還有徹底的離開神 敬拜這個世界的王 2024的美國 並不是我們所認識的美國人 而唯一能解決的方法 真的就是重新認識神 重新的真正的認罪悔改 不然誰當總統都沒有用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tha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 New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